今天上午,高考语文刚刚考完,作文题目不断被整合出来,有网友意外发现,江苏省高考作文题目竟然意外地跟高晓松在一档脱口秀节目小说观念吻合。 高晓松随后也得意地转发了该说说,表示,哈哈哈哈,压重大题,看小说不挂科,不愧是高级学霸,连压题都这么准。 网友这次纷纷点赞并评论,家长沉默了,我平时不该拦着你不让你伤亡。 就在以为会是清一色的大赞时,剧情却发生了神转折,众网友都被搞小松着,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头像吓到了。